古色古香的台南 拥有不少特色建築 堡壘塔樓和寺庙 点缀天际线 走一趟历史遗迹 宛如进入时空隧道 而现在府城也被评选为 全球最令人兴奋的旅游景点之一 新加坡比较繁华 这里的人风土人情方面 我觉得比较比较好 这回英国国家地理旅游杂志 公布2024年最库名单 列出30个全球最令人兴奋的旅游景点 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在欧洲 包含旁贝古城赛马湖等等 美洲是有地表最干地区 智利阿塔卡玛沙漠 美国迈阿密纽约等 亚洲地区上榜的有三处 印度西京邦 中国西安以及台湾的台南 台南的人文抵御 还有文化来青睐 我们感到余有荣誉 台南具有历史风貌 还有许多知名活动 最令人难忘的 非他莫属 农历新年的重头戏 盐水风泡万发其放的盛况 令人难以忘怀 另外一大亮点则是美食 铺了满满虾子的淡仔面 还有将面包挖空 放美味馅料的棺材板等 这些种种优点都成了 推荐原因 说的很热话 这里好吃 哪里好吃 但是我们时间有话 可能是悬不倒 明年是逢台南建成400年 在那之前又登上世界版面 接着机会又让更多人了解 历史古都的美丽之处